大家好,我是小萨 三个新植物已经出来几天了 小萨一直没动工 不少小伙伴吹出我干活了 没问题啦 本期视频咱们就来看 流棒击球手 流棒击球手金卡 重则冷却10秒 阳光消耗100 当流棒击球手前方有僵尸时 将会发动近战攻击 对僵尸造成伤害 当流棒击球手面前有豌豆类子弹经过时 有概率打出直线球 也有概率打出曲线球 直线球将使被击中的豌豆子弹 飞行速度更快 伤害更高 曲线球将使被击中的豌豆子弹 变为抛头轨迹 击中本行最后一个僵尸 并使其短暂眩晕 中小体型僵尸可以眩晕更久 二阶攻击力上升 使直线球可击退僵尸0.5格 曲线球的眩晕时间增加1秒 三阶攻击力上升 使直线球可击退僵尸1格 曲线球的眩晕时间增加2秒 四阶攻击力上升 重置时有概率释放大招 五阶攻击力上升 击球时有概率打出本类打 豌豆子弹会飞出场外 随后变成陨石 砸向最靠左的僵尸 造成一格的范围伤害和眩晕 大招效果 强化刘邦击球手的下一次攻击 刘邦击球手变为冒火等待状态 当刘邦击球手前方有僵尸时 将会发动近战攻击 击飞前方攻击范围内的中小体型僵尸 并对未能击飞的僵尸 造成眩晕和伤害效果 如果有豌豆弹经过 击出的豌豆弹 也能击飞本行的中小体型僵尸 专门大招 能够死被击出豌豆分裂为三个 获取途径目前还没出来 马上就有代付宝杖和现实召唤了 二选一的条件没得说 克就完事了 我们都知道豌豆弹会被产歌挡住 那么被刘邦加强的豌豆弹呢 直线球仍然会被挡住 但是曲线球能眩晕 而且刘邦击球手堪称产歌的克星 产子根本产不下来 曲线球会被斯洛扬伤挡住吗 挡不住的 小丑还能反弹吗 直线球和曲线球都能反弹 但是大招的话就不行了 既然牛邦击球手主打的是 加强豌豆弹 那么是不是所有豌豆子弹 都能够被加强呢 豌豆射手能被加强 双重射手能够加强 寒冰射手能够加强 三重射手能够加强 双向豌豆能够加强 豌豆甲能够加强 火焰豌豆能够加强 原石豌豆能够加强 机枪豌豆能够加强 剩下的诸如电能豌豆 暗影豌豆 豌豆排击炮 毒液豌豆等等 都不能被加强 而花生射手却也能被加强 这说明了啥 火炬树桩能加强的 牛邦击球手才能加强 也就是定义的传统豌豆弹植物 既然火炬树桩加强的 那么还有这样的玩法 三重豌豆能够放置三个火炬树桩 经过牛邦击球时候也同样能够加强 而火柴花拳手能加强豌豆 也能用同样的方式加强 那么问题来了 咱们的双向射手呢 正面的子弹肯定能够加强 而背后的呢 就特别的老六 居然把背后发射的豌豆 打得变化了方向 我服了 鸽奎大招后的牛邦 能量斗后的牛邦 本身外观是有差异的 从柱青那里已经得知了 鸽奎的大招能够激活 牛邦击球手的大招 外观和捧弧形态没区别 但是经过的豌豆弹 能够变成了大招才能打出的效果 各种中小体型将是一起被击飞了 既然鸽奎的大招能办到 那么铜钱草鼓手 自然也是可以做到的 植物总结 近期最热的植物之一 因为它的豌豆辅助效果 成为各大视频作者的宠儿 本身也是蛮强的 加上实战效果特别有趣 所以有人气也是理所当然了 客进植物 获取的活动暂时还未出 所以无尽判追回忆之旅 包括后续的双人对决等挑战模式 也是有待开发的 大家不妨心理盘算下 这植物以后的定位会是如何的 也欢迎各位在视频下方发表你的观点 万物接客测评 我是小煞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欢迎订阅